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仍在東京 今天想要帶大家跟我一起來逛一下日本的中古精品 之前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五家店 那今天一樣會再多跟大家分享五間店 所以假如說對東京的中古精品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間店現在帶大家來逛一下香奈兒的中古專門店 叫做 Black Boutique 我跟大家說我一走進來只有整個金單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服飾鞋子 那當然包包飾品也是有 接下來就帶大家跟我一起來逛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右手邊這邊都是滿片的包包 你們有看到嗎 它這一片呢其實是比較多近代的款式 那它還有中古的款式會在另外一邊 然後我們就先來大概看一下 像這些比較有難賣的包款呢 這邊也看得到 就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這顆呢是巴黎限定的 巴黎限定它這顆還蠻特別的 它前面的雙C Logo是銀金配的 你們有看到嗎 然後這顆包款我覺得也非常好 以羊皮來講的話 蓬度我覺得還OK 整體還蠻光亮的 欸這個好適合我怎麼辦 我來跟大家報價一下 退完價是62萬8 十幾萬塊也是蠻貴的 可是這個很好看耶 是不是 第一間店就 對第一間店就很想買東西了 這次來日本啊就是很想找像這樣子的 中古包 然後這是賓格的款式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好看 因為它是做像這樣長型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它背起來看起來很時髦 我們退完價是47萬8 大概10萬塊左右吧 狀態還蠻好的 這邊有非常多的衣服 喜歡香奶衣服的朋友 真的可以參考一下 像他們這種針織衫啊 然後它也有比較年輕的款式 像是這種 針織的 是不是很好看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耶 然後接下來上面的包包 我覺得他們家包包蠻貼心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們會用顏色來去做分類 所以你其實還蠻方便 可以去找到你想要的包 像這個冰格也很可愛有沒有金色的 然後接下來想要帶大家看一下飾品 因為飾品真的是種類超級多 所以我目前看過的中古店裡面 飾品最多的 手錶的部分有蠻多選擇 不管是基本款還是陶瓷款的 都還蠻多的 耳環的狀態都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有很多副都超級好看的 另外一邊就是中古的款式 可以看到非常的金 然後選擇樣式也很多樣 小錢包也很多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有很多熱門的款式 現在我想要試戴一下這個經典款的雙C 那這一款其實現場還蠻多的 但是就是說不同的橙色 就是亮度 它的價格會有點不一樣 戴上去通常就是很難再把它下來了 就戴著走 戴著走嗎 有2.99 喔 現場的活動 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活動是一直在嗎 啊 目前是有的 但是什麼時候結束還不知道 對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很別緻耶 怎麼辦 很好看耶 就很百搭 對 它就是戴上去很簡單 好啦 買一下好了 瞬間很生活 現在呢 換了一個比較大雙C的Logo 大家覺得呢 這個也很好看耶 猶豫一下 各位觀眾呢 我已經購物完成了 來跟大家總結一下這間店 我的購物心得 那剛剛跟店員詢問過後才知道 喔 原來他們家呢是QOO集團 他們呢在五樓也有一整層的愛馬仕相關店 那這家店其實開的還蠻新的 剛說是去年年底才開的 所以整個裝潢啊 各方面都還蠻新逛起來很舒服 那我覺得他們家呢 有超級多的飾品 除了一環非常多以外呢 我覺得有很多的錶類 各種的錶 假如說你只想要買香奈的中古飾品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間店逛逛 那價格的部分我覺得也還蠻合理的 然後有中文的服務員溝通起來呢 是完全無障礙 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間店逛逛喔 哈囉大家 現在呢 我在澀谷的街頭 想要帶大家來逛第二間中古店 那第二間店呢 已經在我的身後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一起進去逛一下吧 店面位於人來人往的澀谷街頭 非常的好找 整體店面呢 看起來非常的溫馨 帶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包包呢 都是依照品牌來做分類 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逛一下 Dioro的包 就在我的身後這邊 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呢 就是有Dioro下面有骨池 還有一些比較難看到的小眾包款呢 這邊也有 那我先來看一下 我剛剛看到的這款 我覺得超級好看的 是Dioro的這個萌田 顏色是不是很好看 然後狀態呢 非常的好 它這款價格超便宜的 因為現在呢 有在做活動 所以它價格呢 只要27.7萬 我覺得超級划算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滿滿的香奈兒 這邊呢 左半邊都是黑色的香奈兒 而且它的包很多耶 像是CF系列呢 這邊都有 然後你要牛皮的 羊皮的 都有 而且我覺得它狀態非常好 它這一款旁邊是做像這樣子的營煉 所以看起來很有造型感 這顆羊還澎澎的耶 價格我跟大家說 69.5萬 這顆真的很好看耶 而且它這邊整個是銀色的 超級時髦的 然後下面有一些特殊色的 那像方胖的話呢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像這樣子比較中古款 它整理會比較方一點點 這個也很好看 那它的價格的話呢 跟大家說一下 是76 也大概是15萬左右 這個好好看喔 小小的 然後這邊的筋呢 也是很筋這樣子 剛剛呢 撈到了一個冰格 使這個狀態很好 然後它的大小呢 就會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就還滿適合上班族這樣子 飛出門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Tiffany Bay的這款 這款很好看耶 它是做像這樣子光澤的皮 超級時髦 這款是37.7萬多 我覺得逛中古款的好處呢 就是會有非常多意外的驚喜 這款式呢 我覺得超可愛 但狀態呢 都非常的好 然後小小的一個 很可愛耶 然後又是黑白的搭配 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LV的部分 來日本呢 我真的覺得滿建議大家可以帶一個LV的中古回去 因為價格真的非常實惠 然後整體啊 狀態都超級好 像這顆冰豆 就是超級美 這款是我自己覺得超級好看的 然後像這個你就是可以側背 現在肩帶有點長啦 反正你就是可以做側背 旁邊這個金珠啊 狀態都非常的好 然後尺寸呢 我覺得也還滿大的 裡面要放手機啊 然後放一些雨傘什麼的 都放得進去 這個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另外呢 就是還滿多人會喜歡買這種小袋子也有 它手把的部分啊 狀態都超好的耶 小小的一個提起來 很可愛 這個呢 價格我覺得還滿划算的 大概是4萬塊台幣左右 這都是還沒退稅的價格喔 很可愛 然後款式都有非常多 不管是你要側背啊 還是手提都可以 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款式這樣子 另外呢 它們有一些簡單的像奈兒啊 迪洛的成衣 整體狀態都非常的好 現場呢 也有一些少量的飾品跟二手的錢包 這次去呢 剛好店面也有做活動 所以 價格上面我覺得還滿划算的 現在呢 我逛完了 這間店生意真的是超級好耶 人非常多 那我先來說一下這間店的優點 首先它裡面是有中文服務員的 所以溝通呢 是完全零障礙 那這間店我覺得包況整體來說 都表現得還滿不錯的 就是要挑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都還滿OK 然後接下來是我覺得它們家香奈兒的包款呢 算是還滿多 第三個優點呢 就是我覺得它們家有滿多 就是其他品牌 像是Dior啊 然後Fendi、Celine等等 在它們家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是我還有看到MiuMiu的包款 接下來就是飾品的部分 我覺得它們家飾品比較少一些 但是還滿多中古的款式 那衣服類也有 衣服整體的狀態都很好 但是也是款式比較少一點 那這間店整體逛下來 我自己是覺得還滿不錯 就是整個購物體驗就是逛起來 我覺得是很舒服 滿不錯 它們家香奈兒呢 也是有滿多現代的款式 所以想要找現代款式的話呢 也可以來看一下 哈囉大家 現在呢 我在新宿的街頭 要來帶大家看一下這間非常大的TOMETO 我跟大家講 它一共有三大 總分為珠寶、女裝以及男裝三洞 大家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呢 進出過 而且它都是一整大洞 非常多的東西 那大家是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一下囉 電梯旁邊呢 也有樓層的介紹 最重要是三樓還有廁所 現場因為不能錄影片 所以就用照片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樓呢 有很多的愛馬仕跟香奈兒的包款 另外呢 配件啊 絲巾啊 飾品呢 也有超級多 三樓的部分呢 有很多各個品牌的包款 都是以品牌來做分類 二手的狀態呢 也都很好 另外像是愛馬仕的鞋子 香奈兒的鞋子呢 也有很多 二樓呢 有很多設計師品牌的衣服 整體狀態呢 也都很棒 現場也可以進行試穿 那剛剛呢 因為裡面是沒有辦法拍攝 所以就用一些簡單的照片呢 來跟大家分享 B1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以珠寶為主 有像是VCA啊 卡蒂爾 貴本尼等等的珠寶超級多 上班的珠寶我朋友可以到B1 那其餘樓層呢 有超級多的衣服跟包包 族式類呢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點 是他收了很多設計師品牌的衣服 不只有頂三宅醫生啊等等 都有可以看到他們家的聲音 然後接下來是香奈兒的包 我覺得包款還蠻多的 然後很多都是新款的包包 價格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因而而以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的效果 那他也收了很多其他的品牌 他們家呢 真的是琳瑯版 物種類超級多 是我目前看過的東西最多的 那你假如說想要找出香奈兒啊 或是愛馬仕等等其他品牌 還會想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間 又或者說你想要買主寡或是服飾 來這家呢 也可以找到喜歡的 愛馬仕的話 除了包款外 它也有很多絲巾跟一些小配件的部分 那他們家我覺得非常好的地方是 它的卡上面都有標示說 它是什麼樣的等級 然後以及使用的狀況有全新的啊 或是使用過等等的 就這一點我覺得還蠻貼心 當大家想要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一個還蠻明確的說明這樣 那整體況下我覺得服務員都還蠻親切 然後也是完全沒有壓力 你可以就瘋狂的試背 但是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中古包款偏少 大部分都是比較近幾年的款式 想要買中古款的話 可以給你其他家長 接下來呢 帶大家來逛一下 就是阿茂 那阿茂呢 跟QU離的非常的近 所以建議大家這兩間都可以一起來逛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號稱香奈爾博物館的阿茂喔 阿茂的話呢 也是需要拍一下對的 整體的裝潢設計呢 非常的少女巴比的感覺 很可愛 現場呢 有非常多中古的款式 各種顏色 各種大小 非常多選擇 這邊呢 他們有簡單的依照款式跟顏色來做分類 阿茂有很多我在別家店沒有看到的款式 他們的收包能力呢 真的很厲害 除了有很多中古款式以外呢 也有很多二手的包包 然後不得不說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價格真的有比別人再高一些 在這次逛了這麼多中古店裡面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包款真的是收得很齊 款式顏色呢 都非常的多樣化 甚至是有很多比較難買到的款式跟比較少清的款式 在他們家收賓都有機會碰到 像這一櫃裡面的 我都覺得好可愛喔 然後是非常特殊的款式 在這邊呢 我也遇到了我自己超想買的布面的冰格 所以呢 我就把它帶回家了 雖然說價格我覺得有一點點高 各位同學 我已經逛完了 然後呢 在這家店失手了 我跟大家說阿茂呢 真的是香奈來非常厲害的中古店 它裡面的包款超級多 然後都是中古的款式 所以假如說你想要找一些老鄉的話呢 在這邊應該可以找到喜歡的款式 那它除了有很多中古款式以外呢 它有一些特殊的款式 所以假如說你喜歡收藏那種愛心的包款啊 或是那種bling bling的包款 你都可以來這邊找找看 那這邊同時呢 也是非常多名人有來打卡的店 那假如說大家在這間店有挑喜歡的款式 但是對它的包款沒有這麼滿意的話呢 大家可以詢問店員 或許店裡面還有其他的包可以拿出來給你看 因為像我剛剛這就是看了兩個包這樣子 所以假如說喜歡中古香奈的話呢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逛逛 那除了有非常多的包款以外呢 有很多的視頻就這間店推薦給大家 再往前一點點呢 大家就可以來到QOO了 QOO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古店 給大家看一下它在我的身後 那來這間店基本上都需要排個15到20分鐘左右 那這一棟呢它一共有三層樓 分別是B1一樓跟二樓 那B1的部分呢最主要就是販售香奈的包款 然後一樓的話呢還有非常多的品牌 那三樓的話就有一些愛馬仕 然後我們來去看一下吧 QOO的店面呢非常的大 然後排隊時間也需要比較久 尤其是假日的話呢可能會需要等更久 外面呢有樓層的介紹 告訴大家放了什麼牌子 一樓的品牌跟種類我覺得比較雜 逛起來然後會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東西呢真的非常的多 這邊呢有簡單的幫品牌做一個分類 香奈兒的話呢大多份都放在櫃子裡面 要看的話呢需要請工作人員呢幫大家拿出來 包款呢也是非常多 但是包包的狀態呢可能就需要挑一下 建議大家呢要留多一點時間給QOO 因為東西真的很多 需要時間呢一一來看一一來選 一樓的另外一側呢有很多其他品牌的中古款式 我覺得都很時髦然後也還蠻特別的 這個Fendi的小包我覺得好可愛喔 上面有做這種白色花好適合夏天 這邊呢也有非常多的飾品 那中古的飾品呢就比較多是金色的 看起來就是還蠻奢華那樣子的感覺 除了女生的包款以外呢這邊也有男生的公式包 所以老公呢也有地方可以逛喔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二樓 二樓呢就是販售一些手錶啊還有愛馬仕的包款 現場呢也有一些配件的部分還有飾品 B1的部分呢就是全香奈兒的樓層啦 但是這個是要在一樓逛完之後呢才能下來排隊 進去之後呢他會先發一個白色手套給大家戴上去 B1呢我覺得包包的狀態呢明顯的比一樓還要再來得好 飾品的選擇呢一樣有很多有兩大個櫃子 就是應有盡有 像這一顆狀態我就覺得還蠻好 但價格呢我覺得也是還蠻高的 超好看喔 好看喔 鍊子超美 狀態超好 無敵美背起來看一下 哇賽這個皮很膨欸 然後他是做引扣的 皮超軟的 好好看喔天啊太美太美 超美 現場呢有很多漂亮的妖鏈超閃的 包包款的選擇呢真的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逛了還蠻久的 包包每一款都可以直接拿起來是非 逛起來是完全沒有壓力 我在這面牆呢看超久 因為我覺得這上面的包包都好好看喔 而且很多黑色的基本款 各位同學我逛完了 這間店真的是太多東西了 什麼品牌什麼東西都有 很多包包很多飾品然後很多配件 那這間店我覺得逛下來 我覺得東西有一點多有點複雜 所以當我在逛的時候會有一點 微微的不知所措 不知道從哪邊開始逛起 那B1的香奈兒的話 我覺得它包款非常的多 但是我覺得狀態呢需要去挑一下 一樓的部分呢我覺得有很多品牌的包包 像是Dior啊Fendi等等 甚至是連男生的包款也有 所以這間店我覺得還蠻適合帶 老公一起來逛 但是一樓就是東西品項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逛起來會比較雜一些些 那三樓的話呢有一些愛馬仕的包包 跟愛馬仕的配件還有一些手錶等等的 那整體來說呢我覺得這間逛起來就是很豐富 東西真的是很多 但我覺得需要有耐心一個一個來去找 那這間店呢我覺得還蠻值得大家來逛一下 只是說排隊呢需要等一下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 東京中古精品的五家店家分享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掰掰